美国出手整治中兴是大博弈中的热身策略,虽然美国政府解除了对中兴通讯ZTE的禁售,另但中兴依然面临很多挑战。 英国媒体刊文说,美国对中兴的出手仅仅是热身,中兴通讯可能是一场更大博弈中的一枚棋子中兴通讯。 去年因违反美国制裁,非法出售美国商品与科技给伊朗遭美国联邦法庭认定违法,中兴通讯打破先前立下的协议。 美国政府在4月实施对中兴的销售禁令,让它无法从美国购买重要零部件中兴随即进入休克状态。 英国金融时报,报导这家总部位于深圳的电信设备集团,成为中美围绕贸易战和科技战的代表企业。 从形势看这是一项惩罚,但美国下达禁令的时机和相关言论,无以表明,这真是双方博弈的一部分。 中兴成为美中领导人谈判话题,实属罕见,和中国另一家电信公司华为相比。 中兴通讯的规模小得多,也并非中共推动人工智能和其他尖端技术发展的最前沿企业,但中兴却成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最高领导人进行谈判的话题。 在习近平向川普提出中兴问题之后,美中双方就中兴违反禁令问题,达成一项和解协议。 美方打算再对中兴进行罚款和寄出相关监管措施,后于7月13日解除对其的禁售令和解协议。 包括三个相互关联,对中兴监管约束的措施,一个暂停的禁令,4亿美元,托管金以及由美国商务部选择和负责的合规团队。 美国政府表示,这三个措施将能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美方和解协议书,设立一个新的监管先例金融时报。 报道说,北京一名律师表示,美国对中兴的监督要求是史无前例的,是中共在1949年以后首次允许外国政府在中国执行外国法律。 根据与美国政府达成的和解协议,美方要求中兴通讯,保留由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选择并负责的特别合规协调员团队,为期10年他们的职责是实时监控中兴通讯,遵守美国出口管制法律的情况。 这是BIS首次做出如此严格的合规措施,美国商务部声明表示,此解决方案的目的是修正中兴通讯的行为,同时设立一个新的监管先例,以确保其遵守美国法律。 美国两党议员锦丁华为金融时报报道说,美方认为其针对中兴通讯的惩罚举动,是未来贸易战的热身行动,北京之所以做出让步,也是为了保护,像华为这样的大型企业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兴通讯在履行美国和解协议时,不能出任何错误。 然而,美国国会议员对解禁中兴并不满意,虽然中兴目前在根据美国的要求形式,但并未能打消。 美国政界的一律报道说华为表示,它遵守自身运营业务,所在辖区的法律法规,包括美国出口管制和制裁法律。 但在美国对中国企业高度关注的环境下,华为的名字越来越多地受到美国国会议员的指责。 7月11日,包括美国两党国会议员,及华府智库学者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共的不公平贸易行为除采取关税行动外,也应考虑制裁华为及以违反美国法律的中兴通讯。 共和党籍的众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约获,才有好说行政部门应结合多种措施,包括对有不良行为的中兴,甚至是与中共军方关系密切的华为,执行有针对性的经济制裁,祭出出口禁令。 华府智库资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主席阿特金森·Robert Anderson,在听证会上说中国只有两种企业国营企业,与听中共政府化形式的企业。 美国应建立高敏感科技领域的中资企业资料库,当这些企业在美国收购相关技术与公司时,要通过严格的审核过程。 今年以来,美国采取了各种针对华为的举措。 先是要求ATMP与Verizone取消贩售华为手机的计划。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在今年3月提议采取措施,劝阻电信业者放弃采用华为的设备。 6月27日,一些美国议员致函谷歌,质疑其与华为之间的紧密关系,带来的安全风险连属性表示。 华为等中国电信设备公司与共产党关系紧密Google与华为合作,以同时对国安与美国消费者构成严重威胁,呼吁谷歌认真考虑切断与华为的关系。 其他被美国盯上的中国科技公司不仅是华为中心在美国市场屡屡受挫,向中国移动,联想和腾讯等中国科技公司在美国也面临质疑。 今年7月2日,美国商务部建议FCC拒绝中国移动China MOBA简称中移动的许可证,申请美国商务部通讯与资讯事务助理秘书David J. Reynolds说, 跟中移动交流后,我们担心中移动在美国境内提供服务,会加剧美国执法风险。 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也会因此受到威胁。 因此,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NTA建议FCC拒绝中国移动的申请。 脸书目前已经结束了与华为的合作关系,但仍与中国设备制造商联想。 OPPO和PCR保持着合作关系。 今年6月,美国参议员沃纳Mark Warner表示已经要求谷歌和推特提供回应。 看看这些公司是否与任何中国电信公司有合作关系。 探讨用户数据是保存在设备上,还是已经到达位于中国的服务器上。 沃纳要求Alphabet谷歌母公司提供与华为、小米、腾讯分别达成的相关合作。 协议信息又询问对方与中心、联想、PCR有否第三方合作伙伴关系。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微信拥有11海内外用户。 按照中共网络安全法腾,信息负责清除它网站上和平台上的所谓非法内容, 包括任何危及国家利益、损害国家统一的内容报道。 说中国所有大型科技公司,包括腾讯和阿里巴巴,都面临中共政府的审查。 在一个由共产党控制着法律系统和企业经营权的国家里, 中国互联网巨头们没有选择,被迫配合中共金融时报在报道的最后说, 中兴通讯可能不是美国政府针对的最后一家中国企业。 对那些规则没成功力的权益在肯定中处理。 对那些规则不质的并不费。